好 赶快连线到金马五十在今天就要登场了 而且历届的这个帝王帝后可以说是旗帝一堂 真的是星光闪耀 目前在现场的最新气氛如何 赶快交给我们的主播吕一轩 好 第五十届金马奖班奖典礼呢 星光大奥将在五点三十分就要举行 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国库经验馆已经有非常多非常多人潮 不管是哪一位大明星的粉丝都好早就来这边卡位 有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块 有蛮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粉丝提前来排队 像我们刚刚就有采访到一个大陆的粉丝 他说他十二点钟就来排了 我们来听一下阶段访问 那是你来排 十二点啊 为了谁 刘德华 江曼玉啊 那现在说这边要进空呢 对啊 那只能再找地方 好悲惨 难过是不是 刚刚看到你好像快哭 对啊 好难过 来好久 从大陆特意跑过来嘛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非常的热情哦 不过现在您看到 大家看到这一个呢 将近六十公尺的星光大道 就是等一会大家会看到所有大明星 会走的红地毯 而在今天呢会看到非常多的大明星 包括了梁朝伟 张曼玉 李安 张子怡等等 当然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在这一次的金马奖五十的颁奖典礼 尤其花了将近上千万元砸的舞台啊 这砸圆座的效果应该会相当的令人惊艳 而在这一回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金马奖为了特别要求 所有的媒体会有重视起见 所以所有的摄影记者也都穿上了西装 大家一块来参与盛宴 以上呢就是目前在国富经验馆这些状况 再把时间长给棚内 好 现场的气氛会越来越浓咯 中间新委会随时连线带你来看 现场的最新气氛 好 谢谢大家